现在的企丛和少年人有如来越多关注这些选择网路 甚至是网路交朋友在新北约的方面 也可能没做到组合保护 为主乎路新理协会出版到相关的绘本 利用这类的教材来教到别人 和教到这些孩子组合保护的重要 透过政府 透过地方 透过相关领域 受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些人受伤 所以希望我们第一场的捐赠之后 我们可以落实台湾的性别平等 以及我们保护儿童的这一个心愿 总共辉入新地协会的代表 总结为为的身体界限的移动 新鲜料奉地的绘本来送给企业 于是副市区科区店代表来接受 于副市区标识说 一般他过去绘本 共和到孩子的新鲜料奉地关联 让学生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要好好保护 不可以随便让人来清欢 因为身体的界限 这样的一个儿童新鲜老的一个 这个汇本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儿童 可以及早 重点是要及早 我们要能够在更早的时候 去了解到我们对于这些儿童 他们可能身体被侵犯 在不经意的每一次的触摸中 可能累积了一些 许多人的一些恶性的习惯 那我想这些这样的一个汇本 对我们的儿童的这些性别的赔力非常重要 他这本汇本的出版是 他就在通话林 但可以传生新闻教基金会来专业赞助 对着出版到这些汇本 基金会希望说会当地的移动保护方面出展不太深烈 其实儿童是国家的重量 那我们可以在儿童最早期的 就别于一些正确的观念以及支持的话 所以我们国家往后就希望可以 从来到这儿童谈起来或是发展这样子 最后会本的关键仪式后 他就赴入新低连丸 传到一些朋友作为来讨到这些会本 他过来的问题和互动方式一篇一篇来看完 让孩子知道身体保护的重要 我们先问大家一下 齐乎蔡文博的 请不吝点赞助